陀江军舰海上试车 急速高达41节 相当于每小时时速76公里 几乎把海上当成高速公路 就连总统蔡英文上任到海军基地 就先来试乘陀江军舰 对这艘国舰国造军舰信心满满 海军更规划打造出更大型的陀江军舰 光从这艘排水量500吨的陀江军舰来说 巷头可是贯买熊二与熊三飞带箱共16枚 海上乘风破浪 海军计划2025年之前将陆续打造三艘700吨陀江军舰 更不排除有1000吨的陀江出现 不仅可能承载超过更多反舰飞带 还有中科院从未正式装载的海剑林 防空制海多空能 海剑林净破武器系统不输给美军的海公羊 加上船体秘中设计 飞弹打了就跑 让敌军难以捉摸 未来海军就是已组成12艘陀江 近岸巡防舰队 先打响蔡政府的国舰国造第一强 海军舰农级前舰在完浅操演中担任重要任务 全体就备战部署 全体就备战部署 国军只剩下两艘舰农级前舰农作战 最需要的水下战力迟迟买不到 总统参议文接见美国中央级参议员马侃后 传出好消息 美国总统欧巴马明年1月卸任前 对台公布最新军售 特别是旅行过去已经承诺 但是未达成的项目 按此出售潜舰作战系统 要求台湾扩充国防预算 典政府时期的三项军购 爱国者飞弹以及P3C版前机都已经购入 就差裁电潜舰 预计美方协助我国与厂商接洽 推进系统及战斗系统 另外爱国者三行还有空头水雷 也是国军争取的项目之一 国内拥有相关技术的船舶中心 中科院 台船 中研院等 却像多头马车缺乏跨部门整合单位 当然还有更关键的 潜舰武器和高科技系统要购买 或技术转移通通都要时间 挑战不可能任务不是明进会 为了延长建龙及潜舰寿命 国防部今年3月签订延寿计划 一旦向荷兰姆公司取得新蓝图技术无转 国舰国造四年内完成计划 或许不会沦为口号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很多人想说国舰国造 现在到底有没有一个谱 是不是处形已经出来了 这张是国防部公告的国舰国造的一个型 其实这张船的型有很多个问号 不止几个 第一个 我们国家没有战略核子飞弹 所以我们应该是用攻击潜舰 或者是猎杀潜舰为主 可是一般的攻击潜舰跟猎杀潜舰 它是类滴型的 可是它却不是 然后它也不是一般所谓的三管型所构成的 它比较像 它真的比较像那种战略核子飞弹 为什么因为它上面这边有个平台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国家一直走美系系统 但是它的这个顶舱 或者叫鬼顶 这个顶舱却是二系的 Akula Fish鲨鱼级的顶舱构型 然后我们的尾棋 又走德国的X型的尾棋 然后最特别的是 我们这个地方 本来想说会不会装脱衣声纳 没有 它现在可能装一个侧群声纳 这个又是日本的 所以我们可能是考虑的各家各型 考虑到我们的国土情形去用 然后依照刚刚所讲 我们可能会用的呢 大概就是第一个MK48鱼雷 这个威力够强大了 可以把整艘军舰炸到飞起来再掉下去 然后第二个是潜射式的 潜射式的鱼砂飞弹 这个我们确定也买了 而且它已经使用过了 然后这个呢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可能会用 这个其实也是俄国人发明的 他们把防空飞弹装在潜望镜上面 就是说当你在伸到潜望镜空间的时候 因为一般的潜舰伸到潜望镜空间 它已经声纳全部都已经扫过 确定旁边都没有传 听不到声纳了 听不到那个螺旋桨的声纳 它才会浮上来 可是呢那时候你不知道天空有没有反潜机啊 反潜P3P8或者是反潜直升机啊 那如果有怎么办 我潜望镜一看到 我就用潜望镜就直接打 那打那个也不难 赤真飞弹 1980年代从阿富汗飞弹打到现在 现在最好用的 而且体积够小 我们这边装四美其实就够用了 这样子的加起来呢 其实就有可能是我们未来 真正要潜见国造的终极构型